北京市昌平区发烧39度 还邀请朋友打麻将的夫妻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不仅是打牌 已简直无法用常人的逻辑想象 他们做了什么 发了烧 自己去过的地方成了中风险 两人还不当回事 只是自己买了点药 出去聚餐打牌 完全不耽误 结果一同打麻将人员中 已经有5人确诊 希望大家能汲取教训 切不可掉以庆心 本轮疫情的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部分病例的呼吸样本 病毒核酸载量高 提示病例排毒量大 传播力强 在暴露人群中 引起续发传播的风险较高 10月17日至23日 短短6天时间内 已波及了11个省21个城市 累计报告133例感染者 10月23日0-24时 31个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例 分布在7省 其中内蒙古7例 甘肃6例 宁夏6例 北京4例 河北1例 湖南1例 陕西1例 截至10月24日19时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0例 其中内蒙古厄基纳奇报告18例 陕西西安报告2例 四川自贡富顺县发现1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东湖小区 张耶市甘州区锦绣家院龙汪庙小区 三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2个 中风险地区14个 分布在内蒙古 北京 甘肃 贵州宁夏5个省份 本轮疫情涉及13个旅行团 获自驾游 累计报告133例感染者中 106例与旅行团传播链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全国至少15省市32地 明确来返本地 需要时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北京 青海 甘肃 兰州 等6例明确 非必要不出本地 一辰在这里也请大家关注疫情 减少人员流动 并配合各项管控措施 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他人负责 我想这对夫妻 肯定现在是悔不当初 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也损害了朋友的健康 还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众利益 在这件事情里 我们看到这对夫妇 他们首先 没有能够管控好自己的欲望 就像前两天出世的李云迪一样 还有他们存在有侥幸心理 其实我想存有侥幸心理 一定不止他们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存有侥幸心理 总觉得这件坏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 即使我小小的突破一下规则 即使我耍个小聪明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人 侥幸心理尤其要不得 而这种侥幸心理 大多也是从幼年时期形成的 假如不遵守规则 总是抱有侥幸心理 可能你一次两次套脱了 但是次数多了 出问题的几率也就大了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血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我们成年人也好 或者是我们做家长也好 那么我们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 尤其要注意去遵守规则 有的时候我会在路上看到一位妈妈 车座上带着孩子 但是去逆行 或者说不看红灯 强闯红灯 这样的现象发生 这个时候呢 往往就会觉得特别的危险 如果有一天孩子因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而失去了生命 那个时候真的是毁之万一